牛顿请客 牛顿是世界文明的大科学家 他出生在英国的一个农家 从小就喜欢思考 学习、工作都很专心 有一次,牛顿在家里请客 做好饭菜后客人还没到 他就去工作室做实验 客人们来了以后,等了很久 牛顿还没有从工作室里出来 客人们都知道他的脾气 他工作起来是会忘记一切的 如果这时去打扰他 他会很不高兴 怎么办呢? 客人们商量了一下 决定边吃边等 等到客人们都吃完了 牛顿还没有出来 客人们又等了很久 牛顿还是没有出来 没办法 客人们只好悄悄地走了 牛顿在工作室里 突然想起了请客的事 连忙跑出来 一看桌上的饭菜已经没有了 就自言自语地说 我还以为自己忘记请客了呢 原来我已经陪客人吃过饭了 客人们都走了 说完 他又回到工作室做实验去了 有一点 我 怎么想起来